1月28日失踪106天的江西省上饶市千山县私立中学志远中学的学生胡新宇找到了 他的遗体在学校附近的荆棘山树林当中被找到 距离学校的院墙不足百米 有知情人士透露说是一位粮仓管理员在找机的时候发现了胡新宇的遗体 1月29号江西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发布警情通报 说尸体被发现时系一吊状 现场还发现了一支录音笔 用普通话来说也就是尸体发现的时候是被吊在树上的 可是事情在1月30号的时候又发生了反转 江西方面的说法变了 有红星新闻报道说胡新宇的遗体是在树林旁边的国家粮库当中发现的 红星新闻的这篇报道说1月30号上午在胡新宇外婆家 红星新闻记者见到了胡新宇的母亲李女士 28日当天晚上家人告诉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去河口镇处理 但没有告诉他具体是什么事 29日早晨他接到家人的电话告诉他新宇找到了 一个储粮仓库里用鞋带上吊着 家人去现场看了遗体 李女士称他看孩子时遗体已经腐坏 几乎是一具骸骨 头颅形状勉强能看出来是新宇 身上只穿着一件外套 看起来是前后反穿着的 1月30号上午大碗新闻记者在江西省上饶市千山县 金基山附近还看到在10点钟左右有数十辆警车和一辆挖掘机 开上了金基山附近 距离志远中学不远处一粮库被围起了警戒线 有疑似法医和警察在勘察现场 可能不光是普通群众包括媒体甚至是政府单位都感觉这样的反转似乎有点太生硬了 于是在网上有这样两条信息发了出来 有网友怀疑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其实正是国家政府内部人员甚至是公安机关内部人员 为了给这样一个生硬的转变找一个台阶下 网上的第一个帖子说 在一个几万平米的粮库也就是国家储备粮仓 距离志远中学仅200米的角落被狗找到了 信源是我爸 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爸当成是政府有关部门权威机构 但凡是在野外的话早就被发现了 由于表述不清就把我和我爸的对话简单发一下 我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普通群众 我爸那就是权威机构 普通群众问胡新宇就在几百米的地方 怎么会找了那么久 政府权威部门说他在围墙边上上的调 普通群众说学校的围墙吗 政府权威部门说不是几万平米的粮仓 他在那个角落上上吊还是被狗发现的 最终可能政府权威机构感觉这样的说法还是不能够让人信服 于是又细致了解了一下更改了一下原本的发言稿 说胡新宇在国家储备粮库内被发现 粮库内有粮仓还有树林 粮仓仅有几位工作人员 树林几乎没有人活动 而且粮库的围墙高达5米 但是事发当时正在修缮 围墙边上有沙堆是可以翻入粮库的 胡新宇在粮库的树林被发现 国家储备粮仓为国家事业单位 此前搜寻的人员查询过粮库出入监控 并且询问过工作人员均未发现异常 因此没有对几万平方米的国家储备粮仓 进行大规模的搜寻 在网上关于胡新宇的尸体 到底是在哪里发现的问题 有网友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除了刚才说的疑似两篇中国权威部门 潜伏在劳苦大众当中发的两篇帖子之外 还有一篇帖子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那就是胡新宇的同学发生了 说自己是胡新宇的同学发生这种事情 我深感痛心 但是希望大家保持理智 不要受一小部分境外反华势力的蛊惑 而怀疑我们人民正确的领导 新宇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表露过自杀的倾向 他的死合理合情 与别人无关 作为他的同学 我们要引以为鉴 并且要代替他为中国的繁荣昌盛 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案件一开始被报道出来 就有很多人在网上质疑 胡新宇事件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黑恶势力 和保护伞问题 并且这股强大的黑恶势力 似乎从事件一开始 就已经想要把胡新宇事件定性为自杀 1月2日 胡新宇失踪81天的时候 中国的警方就声称排除校内人员犯罪的可能性 非常有可能是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了 与此同时网上流传着数十种猜测 甚至出现学校的化学老师杀人 校方跟团伙合作 盗走器官等传言 胡新宇失踪之后 警方调取了校内外的监控 均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也没有发现他离开校园的线索 家属因此质疑视频遭到了人为删减 但是警方的回应 却与监控公司方面存在重大出入 这就更加引起了网民的质疑 针对家属的质疑 警方回应称 通过监控的设备生产商 海康威视技术人员鉴定 表明视频未删减 但是海康威视方面却表示 海康威视不是鉴定机构 不提供鉴定结论公司技术人员 根据委托方的要求 对设备的物理状态和日志 进行了查看记录和反馈 未涉及六台设备的监控范围 视频内容以及完整性方面的评价 就在胡新宇的尸体被发现之前 警方还宣称说 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搜寻 先后出动了上千人 拉网式的搜索 甚至抽干了附近的一条小溪 仍没有发现死者 1月7日上饶公安发布 致网民朋友的一封信 信中称警方联合多部门 及社会力量搜索了学校南侧 树林山岗约589亩等地 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由于中国公安机关前前后后 几次重大逻辑问题 很多网友已经表示 中国公安机关完全不可信任 早在去年的11月20日就有网友说 不用找了 胡新宇就在学校的后山上 是上吊死的 尸体现在还挂在树上 估计明年2月份就会被找到了 不知道这名叫做勇敢百合的网友 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藏尸的人 还是说他是刘伯温在世 能掐会算 又或者他只是对中国的公安机关 完全丧失了信心 只是在网上胡乱编造一下事件的结果 结果真的就被他说中了 据此有网友甚至是在网上发布了一篇 胡新宇案最终结论的预测 第一 确系自杀 死亡时间 系失踪当晚的夜间 具体的自杀方式 上吊所用绳索来源 具体实施过程 由警方负责调查 模拟复原 以及详细解释说明 具体细节 真实可信 第二点 录音笔的内容 经全微机构的鉴定 对比 确悉胡新宇本人的声音 录音内容 未发现任何删改 录制时间 也是胡新宇失踪当晚的夜间 录制的内容 大致为学习压力大 学习跟不上 自信心严重受挫 无法面对父母的期望 负罪感强烈 感到生活毫无乐趣 感觉生不如死 所以决定 自寻短见 第三点 当地警民救援队 以及网红主播们大面积搜山 并没有发现尸体 确细工作输入 但是疏漏的原因 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最近的地方 最明显的地方 最不可藏匿的地方 反而被忽视了 第二点 部分救援人员责任心不强 没有一厘米一厘米的地毯式翻查 第三点 警权或者是搜救权 图有虚名 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 第四点 网红主播们只顾着盯着屏幕 招揽粉丝 完全忽略了周围的环境 那么鉴于民众搜山 纯属自愿帮忙 也就不再追究群众的疏漏责任 第四点 经过法医的尸体鉴定 胡新宇的身体器官 没有任何缺失 生前没有大量失血的迹象 网传的器官买卖 熊猫学等 雀系谣言 第五点 胡新宇的家属 经工作组的反复思想工作 以及大量的安抚体训 最终接受了本调查的结论 家属目前情绪稳定 第六点 胡新宇案就此盖检定论 如果再有与官方结论 不一致的谣言 发言者后果自负 中国政府将追究一切法律责任 第七年 不排除有境外势力煽动的可能性